第0191章 神灵雨 补天阁内外喊杀震天 所有生灵都在冲击 要获取这一场大纪元 无论是藏经阁还是灵耀田 都是主战场 被血染红了 藏经阁是空的 金书早已被搬走 猎杀他们的高层人物 身上一定有秘点 有一头银色的大恶吼道 他身长足有数十杖 浑身银色灵片正亮 光辉灿烂 用力摆动躯体 力找撕裂大地 巨石崩飞 宛若一个盖世魔王 补天阁的弟子遭受阻击 诸多势力一起向这里杀来 既然已经出手 注定就是敌人了 唯有一战全灭净土最保险 强倒众人推 各大种族 数不尽的生灵 都来瓜分补天阁的神藏 要将这里洗劫个干净 当然 更有宿敌 如自上古年代 就与补天阁对立的拓跋谷世家 以及西陵寿山等 更为灵力 出手无情 浮闻漫天 向前压落 出手避见血 其人太甚 雷祖目眼眼睛都红了 他已经解决掉一位老对手 自己身上也在淌血 再次杀向敌群中 哄 一片粗大的闪电飞出 无比的密集 落入人群中 轰隆一声 那些面部猙獰 来自不同种族的生灵 当即惨叫 一下子有数十位 强者化成焦炭 仅一击而已 这片区域便被清空 所有生灵都倒在了地上 通体漆黑 骨断金折 血肉成为胡状物 老家火针强大 一起上 杀了他 有人呼喊 嗡的一声 木炎横空而去 一道闪电劈下 那个人当即暴碎 成为一片碎骨块与血雨 刚马儿霸道 木炎强大无比 在这人群中纵横冲杀 将陷入包围圈中的本门弟子 一一救出 让他们突围而去 后 旁边 一只银色的大鳄扑来 爪子风锐无比 划出一片霞光 将一座石山都给崩开了 袭向木炎的后背 砰 木炎转身 与他硬汗了一掌 电芒交织 银色大鳄身体矩阵 但他的鳞片是极强的宝具 阻挡住了大部分电芒 强行向下压去 且口中喷出一道 由符文化作的神光 要斩杀敌手 与此同时 旁边又有两人冲来 都是大教的老祖籍人物 平日间很少出事 而现在却一下子出现两尊 一起杀木炎 你们这群落井下石的小人 都去死 雷祖暴怒 他性格火爆 平日间威猛无比 最看不惯这种卑劣之徒 竭尽全力出手 与他们大战 一片紫色的球体出现 宛若一串晶莹的紫麻脑串 横空而过 要的人睁不开双眼 起初 人们并未觉得什么 但是很快恐惧 因为那两位老祖 全都脸色发白 极力倒退 其中一人更是大口喷血 燃烧精气神 提升自己的速度逃顿 哄 一串紫色的球体爆发 那是志强的雷暴 当场将银色大鳄屁的血肉横飞 鳞片宝具被废 而远处 那逃顿的两位老祖 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全都惨叫 皮开肉战 出现焦黑色 艰险地避过这一劫 银色大鳄震怒 他是一方教主 手段高超 是他们这一族群的最强者之一 在这里竟然吃了这样的大亏 他人力而起 浑身银白光辉燃烧 灿烂无比 如神奇般 浮王化成了汪洋 向前压落 竭尽所能 就要震杀目炎 时星灌日 雷族宝像庄严 口中喝道 十枚紫色的光球飞舞 连成一条线 而后将一颗 如若太阳般的 巨大发光体引爆 落在大鳄身前 哄 这个地方一片赤圣 什么都看不到了 这乃是目炎的雷道法则 球状闪电护状 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威能 银色大鳄祭出的漫天符文 都被击散了 他浑身是血 惨叫连连 整张恶皮都脱落了下来 由此也可以看出 他的强大与恐怖 这般凌厉的雷道法 则都没有将它立刻毁掉 一道人影冲过 雷祖目炎再次出手 手持雷神锤 砸进银色大鳄的躯体中 将它生生裂开 电芒飞舞 而后扑的一声 血雨飞溅 目炎收起宝具 生生将银色大鳄给撕开了 成为两半 鲜血喷涌 两半躯体倒在大地上 这一战震动了所有人 诸多生灵漠不挡寒 补天阁虽然不负往西那般辉煌 但是也绝不缺少高手 这个战果 让每一个人都发毛 一瞬间 此地空旷了 各族强阵都逃顿 躲避那浑身是血 壮弱魔神般的雷祖目炎 另一边 刘老义彻底狂暴 与一头白虎大战 他浑身发光 金色符文符现 一对羽翅展开 割裂天地 轻轻一震 风雷轰鸣 金鹏翅 白虎吃了一惊 感觉腹部一凉 那里鲜血鼓鼓 几乎被金翅腰斩 杀 他一声咆哮 取出十几杆银白战毛 是以虎牙剂链而成 乃是可怕的宝具 化成十几道匹链 向前刺出 嗡的一声 刘老横移 速度快到极致 一对金色神赤斩动 缭绕着漫天的符文 咔嚓一声 将十几杆宝具全部斩断 走肉身成圣的路 自己与宝树 就是最强大的仪仗 白虎吃了一惊 对方没有宝具 但是却更可怕 刘老身去衰败 看似金气神都快干枯了 但是肉身却这般的强大 与宝树相合在一起 无坚不摧 白虎大吼 因波如汪洋 符文乱冲 将前方淹没 同时他扑杀向前 更经气弥漫 他布下了一座杀阵 然而 让他吃惊的是 刘老鹏斥一斩 画出一片金色的光雨 扰乱了符文的排列 一脚踏出 阵裂了大地 金色符文闪烁 短暂地让法阵失效 杀 刘老向前冲去 整个人都画成了金黄色 包括他的手指 一冲而过 与白虎激烈厮杀 画成了一团光 短短片刻间 数十次交击 而后他们迅速分开 扑 白虎口中渴血 仰天大吼 但最终无奈地倒了下去 因为他的额骨裂开了 最后炸碎 沐岩与刘老虽然强大 都战胜了一系列强者 但是在无尽的敌人中 还是显得有些势单力薄 来的人太多了 他们杀进杀出 救助那被围困的弟子门徒 浑身都是血 期间也遇到了几位大敌 自身亦受伤 突然 那九天上洒落下大片的光雨 纷纷扬扬 无比的灿烂 煞是美丽 来了 真正的大纪元到了 很多人欢呼与大喜 仰头望天 张开了手臂 迎接那场光雨 尤其是继灵的七居地 那片古老的院子挤满了人 甚至发生了诸多血战 他们在争强有利位置 若是细看 可以发现 天才银的羽丰兄妹 一些王侯的子弟 全都在这里 他们本是补天阁的弟子 但现在却被族人保护着 杀到此地 要接受一场洗礼 早在很久以前 诸多大势力就有所怀疑 补天阁继灵要作画 生命无多 各族皆谋划 要图谋一场大纪元 杀呀 显然 从外面临时杀来的人马 失去了仙姬 不能接近这里 早已被占据了 冲突自然爆发 各族的生灵接出手 这里成为一片乱战之地 早先进入净土的王侯子弟等 也不仅全都在此 他们已经抢占仙姬 收走了祭灵扎根处一些泥土 分散在各方 借此接应天上的光雨 神藤要陨落了 这是他的神华 从大地汲取 注定要反补大地 被苍茫大荒收回 这是一场天大的机缘啊 人们嘶吼着 眼睛都红了 修行不易 为了崛起 他们当中不少强者 都在起始阶段发过大事 从哪里来 回哪里去 大地滋养了他们 最终他们若是死去 将化作神语归回 显然 老藤坚持不住了 形体衰败 天空中有叶片落下 枯黄无比 没有一点绿意 更无生机 他在九天上遭遇了重疮 开始散惊 随时都会彻底死去 祭灵大人 补天阁众人大哭 曾经守护了他们无尽岁月的老藤 就这样要战死了 让人大悲 走 九天上传来一声低沉的贺音 一道金色大裂缝出现 他第七次构建通道 想转移走众人 结果 神光茫茫 再次被阻断 这一次又失败了 祭灵大人 不用管我等 我们自会突围出去 再者 我教弟子 以借助你构建的通道 转移走了部分 早晚有一天会再现人间 重建补天阁 补天阁共建有七个据点 虽然被毁掉了三个 但还有四个不曾覆灭 那是希望的所在 你们以为剩下的据点 还能长存吗 早就被我等东西 不要指望了 有人冷漠无情地说道 这些话语一出 让补天阁上下心头一震 全部发抖 怒法冲冠 感觉到了一股悲凉与绝望 我感觉到了 一股勃勃的生机 这是一场天大的机遇 我的肉身在被洗脸 有人叫道 他手持即凌扎根处的泥土 接引天上的光雨 洒落在身上后 觉得暖洋洋 无比的舒坦 沙呀 补天阁内外街大乱 所有人都疯狂冲了过来 争夺光雨 要接受洗礼 雨点洒落 无比神圣 晶莹透亮 宛若一片又一片花瓣在飞舞 仿似沾染着神灵的气息 这是一场大机缘 这里喊杀不断 所有生灵都在决战 抢夺有力位置 各族强者争杀 主要是为了族中的晚辈 因为这些光雨 对少年人最有效 年龄过大者 虽然也能得到一些好处 但远没那么明显 哄 天空中 一声巨响传来 一团赤光爆发 无尽的光雨洒落 更加的密集了 纪灵传来一声叹息 道 再见了 再也不能守护你们了 他的生命 即将走到终点 要回归大地 成为泥土 纪灵大人 补天阁所有人都背后 就是正在浴血搏杀的阁主 也是老泪纵横 忍不住大哭 终于是要落幕了吗 老藤因为一个承诺 自上古守护他们到现在 一直不曾离开 期间血战神灵 大战诸圣混乱的年代 付出了太多 自始至终 历经漫长岁月 他庇护净土 使他们躲过了一场 又一场大劫 从上古到现在 一直不曾舍弃与离开 为此 老藤自己几次遭遇重创 不然要比现在活得久远 补天阁上下 一片悲呼声 所有人都大痛 老藤付出了太多 终要逝去了 而且是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哈哈 补天阁覆灭在即 诸位在沐浴神灵雨的同时 尽情地欢呼与疯狂吧 让我们大开杀剑 灭了这处净土 拓跋族一位老怪物 劈头撒发 哈哈大笑 他浑身是血 但并不是他自己的 他杀了补天阁诸多长老 为该族最强者之一 斩尽杀绝 免得将来出现大患 西陵寿山有人响应 即便是这种情况下 补天阁的人也遭到了阻杀 拓跋世家 西陵寿山等不愿放过 怕将来有大患 补天阁众人眼睛都红了 这些人沐浴寄灵的光雨 接受洗礼 还要在这里大开杀剑 卑劣而嚣张 欺人太甚 一群畜生 欺负我补天阁无人吗 火稀部落来源 远方传来一声大吼 一位强者率领一大群人出现 急速奔来 全独有符文在闪烁 皆为高手 其我补天阁太甚 必将以血向还 灵为侯道了 护我净土 又一声大吼传来 震动了仓空 显然这是一个极其恐怖的人物 带领大批人马赶制 人们吃惊 这是一个王侯 百年前曾在补天阁修行过 来此支援 是当年净土中的 一位杰出人物 而今都已封侯了 齐山祖祖道 护我净土 又有人大喝 赤阳部落来源 林天侯道也 犯我净土 杀无赦 十国战亡来了 与犯净土者决战 四面八方 呼啸声此起彼伏 一位又一位强者出现 如那林天侯震动大荒 乃是名气 极大的高手 如那战王 更是有赫赫战民 摄人皇外少有敌手 这些都是补天阁走出去的强者 他们曾在这里 这修行过 多年过去 都早已明动一方 或以为一族之主 或以封王列侯 而今 很多人都回来了 得西门中有难 不顾危险 翻过大荒 赶来支援 他们有的明动四方 有的实力一般 但是在这一日出现 都足以表明了新意 令补天阁上下很多人热泪盈眶 斩禁这些畜生 犯我补天阁者杀无赦 净土上下 人们热血澎湃 沐云热泪 全都举起兵器 准备决一死战 来犯的各大种族 全都吃了一惊 感觉一阵发寒 补天阁传承久远 弟子门徒众多 有不少都已震动一方 果然底蕴深厚 第0192章 上下一心欺我补天阁无人马 我们回来了 决一死战 斩禁敌扣 回来的人大吼 一个个全都催动宝具 全都率领一批高手 支援净土 补天阁上下 原本士气低落 现在见到曾经的门人回来 漠布热血澎湃 激烈冲杀 大战各路敌手 大战开启 天空中神淋雨飘洒 宛若一片又一片晶莹的花瓣飞舞 非常的闺美 而大地上 却又是那么的血腥 灵天侯在此 谁敢来犯巫师们 一个十分雄武的身影 穿着银色甲皱 横空而过 一路上摧枯拉朽 符文一出 前方成片的敌手炸开 化成血雾 灵天侯 不好好当你的侯爷 称遵一方 跑来这里 汤浑水 当心将你自己的命搭进去 一头一种咆哮 这是一只乌鸦 漆黑如墨 长达数十米 奇音不详 涌动滔天无光 他为一头成年的情族高手 在这里血杀四方 勇猛无敌 刚才清空了一片场地 带领族中一群乌鸦 在此沐浴神灵雨 郭躁 小小一只乌鸦也敢称王 再此交狂 杀 灵天侯大喝 手中多了一张巨弓 抽出一只大剑 拉满弓弦 吃得一声射了出去 剑雨如红 似是一道银色的火炬 闪耀光芒 射穿苍穹 冲向那只巨大的乌鸦 它会改变方向 尾随它而行 那只乌鸦长鸣 喷出黑色的大火 化作符文 灼烧那只剑雨 然而 剑雨灿烂 银色符号闪耀 磨灭了黑焰 势如破竹 扑得一声轻响 银色剑雨射穿乌鸦的躯体 令它皆炸开 四分五裂 血水飞洒 一剑之威 强悍如此 直接就射杀了一头太古一种 灵天侯的可怕 与强势 令人站立 仅一瞬间而已 这片区域就空旷了 无人敢挡 齐山祖主在此 挨犯我净土者 杀无射 一个老者如怒尸般 横空而来 掌中拖着一座宝印 迎风一晃 迅速放大 飞了出去 比山峰还巨大 他迅速压下 刚猛而霸裂 大地寸寸崩开 下方一群生灵全都惊恐 根本抵挡不住 被那大硬压成肉酱 杀呀 喊杀震天 从四面八方赶来的 补天阁门人 也不知道有多少 他们浑身是血 是远方一路血战而来的 这片山川 到处都是敌宗 战火遍地 人们全都杀红了眼睛 无论那名阵一方的强者 还是一般的高手 但凡出自净土 都有一种无畏的气质 不然也不会来支援 这片净土沸腾 十方接战 到处都是杀生 补天阁众人无比激动 眼中有热泪在滚 曾经的弟子 无论是百年前的 还是最近数十年的 这么多人回来 令每一个人 都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就连雷祖慕炎 刘老等 也是眼中泛着泪花 战役更足了 在四方冲杀 专门斩那些老祖籍的怪物 补天阁完了 寄灵将死 他们还能有什么 这么多大势力出手 此地注定成为焦土 我们其上 早些覆灭此地 一个老怪物开口 是一个真正的老祖籍人物 含有敌手 与补天阁有大仇 而这类人 平日很少出现 你说完就完吗 一轮太阳升起 璀璨夺目 让人睁不开眼睛 那是一个人 他在发光 照耀的净土一片通明 看起来异常的射人 是湛王 众人变色 人的名术的影 湛王有赫和威名 那全是靠自己杀出来的 当年他也来过补天阁修行 而今回归 不得不说 他真的太强大了 抬手间符纹闪烁 像是汉海般压下前方 当场进逼的 那个老怪物可血 身体矩阵 杀 老怪物张口吐出一口饼剑 不过一尺长 流光一彩 画成一道皮链披来 这口剑 以不知名的骨兽牙齿打磨而成 通体碧绿 无坚不摧 自老怪物出世以来 一直用到现在 所向披靡 连山都可以轻易切开 当 然而 在这一刻 战王直接阵止 硬汉此剑 并无任何忌惮之色 以掌指对抗 碧绿的宝具颤抖 符纹闪耀 差点坠落下高空 给我杀 老怪物喷出一片精气 没入碧剑中 让它光芒更胜了 如一挂神盒在躺 当当当 战王阵止 十根手指接连敲击在这件宝具上 动用至刚至强的符纹神力 让这天地都在抖动 不远处的一座矮山 都阴阴波裂开了 咔嚓 最终 碧绿神剑竟然军裂 生生被战王一手指敲断 一剑可怕的宝具毁掉了 老怪物一声大吼 彻底癫狂 这是他祭练了一生的兵器 想不到在今日这般毁掉 让他眼睛发红 口中喷血 老夫与你拼了 那你就去死吧 战王冷漠地喝道 依旧如一轮太阳 大沙向前 哄 神力今世 战王一拳轰出 符纹如海般 将老怪物的宝树击散 而后更是将他打得横飞了起来 在天空中暴碎 绝对的强势 无与伦比的强大 无愧于他敢与人皇争夺皇位的威名 赫赫神威 完全是站出来的 师兄一别多年 你我又相见了 战王大开大河 杀进净土深处 见到了补天阁的阁主 一声师兄 让两人都一阵感叹 补天阁阁主心怀激荡 战王只在净土修行了十年而已 就离去了 主要以十国为重 想不到今日依旧来了 救援净土 可谓重情重义 今日你们来再多的人也无用 神疼将死 你们还能倚靠什么 注定覆灭 一头银脚吼道 舞动庞大的躯体 冲向前来 这是一头一种 与补天阁有大仇 他非常的可怕 再次造成了诸多杀戮 他所说的是事实 即便有人来源 也很难改变现状 毕竟敌人太多了 是诸多大势力联合 最为关键的是 九天上的至强者 可以决定一切 嗡 补天阁阁主不语 亲自出手 化成一团光飞来 镇压银胶 抬手间雷电胶织 当即就让他浑身胶黑 鳞片其张 附近的人都吃惊 这可是一头胶王 绝非一般的一种可比 居然上来就被重创了 刚才他凶猛无敌的样子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战王健壮 冲向远处 继续去大战了 银胶大怒 张口吐出一片神光 欲压至补天阁的主人 而自己更是腾空而起 依靠强大的肉身杀去 要活活撕裂对手 嗡的一声 补天阁阁主 背后腾起一片霞光 一对金色的神赤出现 鼓荡阵阵刚风 且有雷声轰鸣 这是神棚树 而且富有极其可怕的变化之道 这一刻 净土长较自身竟直接变大 化成了一头金色的大鸟 什么 好可怕 它以通灵 可以变化成神情形态 许多人惊呼 宝树的修行多种多样 其中有一条艰难的路 就是真正化成其他神灵 条件苛刻 但威力极大 有时可以补全残缺宝树的不足 呼的一声 大鹏斩翅 俯冲而下 一双巨大的金色爪子 抓住了银骄 猛力一丝 当即血液溅起 爆发出无尽的光 银骄怒吼 心中恐惧 骄泪天生惧怕鹏族 克制他们 据传 大鹏每日都要吞食蛇骄等 以他们为口粮 噗 银骄震动 但还是难逃覆灭的下场 被生生扯断了 惨死当场 所有生灵都变色 补天阁的阁主 一旦腾出手来 从救援弟子的忙碌中解脱出来 果然是恐怖到极致 他现在开始专门阻击各交的绝顶强者了 对于众人来说 是一个可怕的威胁 补天阁上下一心 前所未有的团结一致 在这里战群雄 虽有很大伤亡 但也并非无一战之力 这样有用吗 远处 金光璀璨 又有无法想象的敌人出现了 他虽然是人形的 但浑身都密布有金色的毛发 显然不是人类 恐怖气息滔天 黄金兽 众人吃惊 而后全都心中遗产 这是来自太古神山的生灵 号称神仆 的确 有这等生物出现 本身就已足以说明了一切 高空中的志强者在决战 已经定下补天阁的结局 嘿嘿 九天上 传来大笑声 吞天却展翅击天 因为他觉得寄灵力结了 毕竟早已干枯 再难支撑 神种是我的 你守护不了这片净土了 穷奇也冷漠无比 碧绿的毛子散发冷光 杀气洞四眼 哄 天空中 大片的光雨爆发 神藤暗淡 显露于高空中 通体焦黄 没有一点绿意 所有叶子都枯败了 包括藤蔓亦如此 只有一个青皮葫芦 还有精气神 蕴含生机 噗 血雨飞溅 老藤最后一战 鸡伤吞天雀 令其淋雨落下 血液溅起 吃 青皮葫芦摇动 飞射混沌剑芒 将来自夷山的人形 生灵尖头斩伤 金色血液 冲击很高 吼 同一时间 穷奇怒吼 因为他被老藤 以藤蔓抽中 大口咳血 骨头差点断开 老藤即将陨落 光雨无数 洒落向大地 再见 他吐出这两个字 再也没有了一战之力 继灵大人 净土中 很多人悲呼 苟延残喘到如今 你早该死了 吞天雀话语森寒 血眸冰冷无比 杀意如潮 咔嚓一声 以利爪扯断一截 干枯发黄的藤蔓 深意枯竭 你还拿什么来战 今日你想全部化成光雨 都不能 我要将你磨成粉末 炼成丹药 全部吞噬 穷奇一爆吼 老藤很平静 即将生死 他注视净土下方 看着那片毁于战火中的 古老院子 他是在那里诞生的 而今也要在这里结束一生 继灵大人 补天阁的所有人都大呼 难以接受这个结果 恨与怒 泪忍不住落下 小不点嗷嗷地叫着 第一次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 但却被这个无情 而残酷的现实生生击碎 他一手抓着断剑 一手持着小塔 也在冲杀 更是恨不得冲上九天去大战一场 嗷 突然 断剑发光 一个劈头散发的老者出现 头颅插着一柄古剑 有黑色的血躺出 鬼爷出现 这一次 不光是小不点能够看到 就是其他所有人都见到了 他从小不点手中接过断剑 用手抹萨 略显迷茫 片刻后似清醒 而后暴怒 冲销而上 噗 所有人都震撼 这个劈头撒发的老人 手持断剑 当即就将吞天雀 那曾抓断一截藤蔓的爪子 剁掉了 鲜血喷涌 谁都没有想到 他竟然这般的强大于恐怕 而且是如此的突兀 突然出现在九天上 光雨点点 神腾即将消失 浑身都燃烧了起来 化作绚丽神灵雨 你完成了对我的承诺 守护了净土 直到自己老去 战死 劈头散发的老人 眼睛空洞 对着继灵说道 你是谁 吞天雀暴怒 重揭断爪 浑身发光 俯冲而下 吼 满头灰发的老人 仰天大吼 壮若魔神般 这天地风云都被逆转 向上冲击而去 吞天雀震惊 急速躲避 那股杀气太重了 你栽中了我 给予了我生命 继灵轻语 望着那头颅 被骨剑冻穿的老人 他在光雨中模糊 渐渐消失 第零193章 鼻祖继灵大人 补天阁众人高呼 全都大痛 守护了他们一世的继灵 就这样走到了生命终点 直到老去 战死 净土中 所有门人都悲笑 这个结果令他们难以接受 继灵给予了他们太多 化解恶难 征战上谷 而金雀神火熄灭 悲凉落幕 在补天阁众人沉浸在大悲中时 其他生灵以及志强者则 心头震撼 充满了怀疑与不解 浑身冒寒气 那个挥发老人 到底什么来头 补天阁的继灵 竟是他栽种的 这也太吓人了 无不占领 这给人很不真实的感觉 实在有点 让人有点头皮发麻 就是吞天阙 穷奇 移山的人形生灵等 也都心惊 觉得遇上了大麻烦 活得久 并不代表一定强大 算不了什么 穷奇低吼 他谨慎戒备 吼 挥发老人大吼 壮若魔神 他一只手握成全壮 另一只手持着断剑 盯着天空中那片光雨 看着燃烧起来的神腾 空洞的眼神出现伤感 老家伙 竟敢偷袭我 再来一战 吞天阙叫道 他非常愤怒 刚才竟被斩落一只爪子 虽然已经揭续上 但对于他来说 依旧是一种奇耻大辱 他张口一吸 这个虚空出现一个巨大的黑洞 要将鬼爷吞没进去 其名号称吞天 自然有其至强宝树 劈头散发的老者空洞的毛子依旧 但是那只持剑的手已经在抖 他突然猛力摇头 发出低沉的嘶吼 满头灰发舞动 杀 灰发老人大喝 心中有悲 那继灵在化神灵雨 不可能活下来了 令他充满了恨与杀意 这一剑蕴含了无量的杀气 一声轰鸣 那黑洞被切开 灰发老人如一头魔神般闯了进去 断剑如红 上面的黑色袖迹脱落 散发出无尽神灰 两者激烈大战 符文交织 以最强冲击力撞到了一起 发出了无与伦比的光滑 驱散了黑洞中的雾霾 扑 鲜血蹦见 鬼爷空洞的眸子中 带着一种射人的杀意 他带着一片血迹出现 断剑发光 如一轮太阳 天空中那吞天鹊怒鸣 鸟会被削断了一截 鲜血淋淋 要知道 他庞大无比 长也不知道多少里 即便只断落下一截鸟会 那也是惊人的 将远方的大地砸沉 崩塌 众人骇然 鬼爷好强 激烈争风过后 让吞天鹊遭闯 凶猛的一塌糊涂 吞天鹊几天 在酒消上怒鸣 不断盘旋 痛彻骨髓 他实在难受无比 身体上最坚硬的鸟会 都被砍掉了一截 这让他情何以堪 要知道 他号称吞天鹊 一些宝树与其会 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 居然是这个部位遭闯 令他愤懑 嗡 符文闪烁 吞天鹊召回鸟会 开始修复伤体 净化为纯血生灵后 生机旺盛如海 很难被击杀 这也是他傲视的资本所在 南陨神山的人形生灵 穷奇 宜山的人形生灵 也都吃惊 这个老者的强势 超出他们的预料 也太恐怖了 注定将有一场恶战 我走了 最后三个字传来 寂静干枯的藤蔓与黄叶 彻底燃成了灰烬 在空中纷纷洋洋飘洒 同时有大片的光雨 落在大地上 洒进水泽中 泥土中以肉眼 可以看到的剑的速度 生长出一层绿芽 生机勃勃 他老去 死在这里 回归大地 由那片上谷怨落而生 也由这里而亡 无尽的光雨飞舞 许多人张开手臂 大口的吐纳 进行洗礼 这是神灵雨 等上几声几事 也很难遇到 寂静大人 补天阁众人全都握紧了拳头 声音响彻天地 蕴含悲异 但却改变不了这个结局 前辈 小不点也在低语 见到他这样落幕 心中很不好受 想起了在老藤下午道与修行的时光 天空中 一个青皮葫芦闪耀 弥漫出一缕缕混沌器 被一片光雨包裹着 悬浮在那里 这是神种 寂静唯一留下的东西 穷奇第一个探手 向前抓去 他们所谓何来 就是为了得到神种 现在成为了无主之物 横尘眼前 焉能不动心 穷奇 浑身血红色 他又像虎又像牛 阔口獠牙 很像凶虎 而毛子与头上的脚 则四毛牛 非常凶猛 他浑身长有刺猬一样的毛发 根根尖锐 通体为暗红色 像是沐浴过鲜血 而后又干涸了般 煞气非常重 此外 他还有一对翅膀 宛若魔翼 鲜红而可步 可以震裂天地 一对碧绿的毛子 宛若鬼神般 望人一眼 魂魄不稳 继灵早该死去了 狗言残喘到现在 终是守不住这个衰败的骨骄 神种将属于我 他速度极快 双翅一盏 风雷大作 让人生味 符文淹没天地 璀璨无比 且带着血光 将其他人都阻挡在外 滚 灰发老人喝出一个字后 手持断剑 直接就劈开了那片符文 而且铿锵作响 穷奇以刺猬毛迹链成的一件宝具 直接就炸开了 无数的赤红神针飞舞 差点伤到吞天鹊等人 激烈争锋 恐怖大战 两者间迅速碰撞 而后扑的一声 穷奇惨叫 一只血色的大爪子被斩断 坠落向大地 比山岭都巨大 鲜血喷涌 人们亥然 就是天空中几大至强者也都变色 灰发老者的表现太可怕了 让人悚然 伤吞天鹊 断穷奇找臂 这也推惊人了 碰 鬼爷一把将青皮葫芦抱进怀中 脸上带着无尽的伤感 道 再见了 再也见不到 你做得很好 让我有愧 我的补天阁 却要你来守护 这些话语一出 所有人都心颤 他到底是谁 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尤其是补天阁的弟子 就更加震撼了 老人话语中的意思 让他们心跳加快 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祖师吗 你究竟是何人 吞天鹊大喝 穷奇也睁大鼻悠悠的毛子 杀气弥漫 道 你到底是谁 虽然已经能猜到 但是他们想证实 这也太可怕了 老者的身份与地位 有点吓人 我是谁 灰发老人自语 眼神略带迷茫 而后猛然睁开 爆射出两道神光 直接就震散了漫天的云朵 道 我是一个企图 开创了补天阁 什么 所有闻听到此语的人都惊悍 身子皆一颤 这也太惊人了 老者是补天阁的开派祖师 您真的是 我们的教祖 补天阁阁主 穆岩 刘老等 都全都声音发颤 这实在让人震撼 不敢相信这一切 而其他生灵 则是感觉一阵恐惧 这得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人物 亲手对造了这片净土 居然还在人间 这不真实 很虚幻 很多生灵都被吓坏了 攻打此地 想获取机缘 究竟是福还是火 九天上 宜山的人形生灵 穷奇 南允神山的生灵 吞天阙 也都震惊 而后势然 难怪老者会这般强大 竟然是一代鼻祖 开创了补天阁 他为上古的风云人物 为一代巨头 有这样的修为 也算正常 下方 补天阁众人无比激动 鼻祖还活着吗 所谓的上古灵异 竟然是他 许多人大吼 忍不住长笑起来 眼泪都要落下了 祖师 杀尽他们 为祭林大人报仇啊 不要放走 一定要杀了他们 有人哭喊道 小不点站在人群中 也相当地吃惊 鬼爷竟然是补天阁之族 他的小脸有点发虑 当初总是被老人跟着 半夜睡醒就能见到 他曾将对方当作衣架用 脱下的小衣服 都扔在了老人的身上 他是一个企图 究竟是被什么门派所弃 二兔子咕弄 心底冒含气 阵阵发毛 这 也太惊人了 补天阁的鼻祖都出现了 大红鸟吓得一哆嗦 这一刻 宜山的人形生灵脑厚 生出神环 浑身符纹交织 如灵大敌 他做过小夕天的祭灵 知晓一些上古隐秘 深知这等鼻祖多么的恐怖 南允神山的人形生灵 也神色凝重 脚下金光大到脸去 他手中出现一件金色的宝具 竟是一杆金骨番 至于吞天阙与穷奇 就更不用说了 胸光毕露 浑身战血沸腾 符纹燃烧 将精气神提升到了 极尽境界 灰发老人的状态很不稳定 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 他猛力摇头 而后睁开了眼睛 趁清醒之际 突然将葫芦神众致出 嗡 虚空中 出现一片金色的涟漪 宛若通道般 在这葫芦远去 没入天际尽头 你扎根在哪里 未来的补天阁 就在哪里新生 门庭可以毁灭 但传承永不绝 灰发老人说道 声音不高 但却震动了苍穷 补天阁众人大受触动 跟着一起高呼 重复这些话 像是看到了灿烂的希望 老匹夫你 南允神山的人行生灵大怒 真要与神种错过了吗 吞天魔雀斩翅 就要追击下去 穷奇与衣衫的生灵 也要冲起 追向那青皮葫芦 灰发老人眸子空洞 手中断剑翻转 划出一片莫名的符文 竟然直接封天 禁锢了四方 令他们无法离开 闪了这个老鬼 最可怕的战斗爆发 四大生灵一起出手 攻向补天阁鼻祖 要将他斩灭 走吧 来日再见补天阁 灰发老人冲着下方众人喊道 他的声音有落寞 也有疲惫 还有希望 包含了太多 不要放走一个 将他们全部斩杀 穷奇 吞天阁等贺道 走 我们离开 补天阁个主贺道 带着众人突围 他知道鼻祖状态不对 时而清醒 时而迷茫 这样可能会出大问题 不能久留 天空中的大战激烈无比 血与飞剑 挥发老者尖头 被抓下一块血肉后 他彻底发狂 毛子虽然空洞 但是杀意却赤声到极致 扑 他挥动断剑 将移山那个人形生灵的一条 手臂斩断 击穿禁锢地 坠落了下来 杀 老者燃血 背后再次遭了一击 而他的剑也更胜烈了 宛若一道魔光 从域外照射下来 催哭拉朽 扑扑声接连响起 穷奇怒吼 一条爪臂被斩断 飞落了下去 接着吞天却怒鸣 一只羽翅少了半截 被窃下 而那来自南允神山的强者 也是小腿一凉 血液冲起 断落下去 老者威猛地有些吓人 自身受伤后 接连重创他们 一口断剑所向披靡 纯血生灵的血肉啊 我想咬一口 地面上 小不点道 他恨极了天空中几大生灵 而那血肉宝药 对他确实也有极大的诱惑 补天阁众人在突围 开始大撤退 小不点很想冲过去 扛走一条断腿 但却也只能想想罢了 不敢妄为 突然 银白如玉 不足一寸高的小塔发光 赤溜一声冲了出去 光影一闪 将宜山生灵的手臂吞掉 再一闪 将穷奇爪臂 吞天雀的翅膀 南允神山生灵的小腿 都给收走了 小不点瞪圆了眼睛 向左右看了看 发现并无人发觉 他的小心肝 扑通扑通乱跳 撒腿就跑 不敢接近那片区域 他怕天上的生灵发狂 吃的一声 洁白光韵一闪 小塔回来了 竟然像是吃撑的人一般 塔身圆鼓鼓 寂静无声 不再动了 这一切都发生在刹那间 高空上吞天雀 穷奇等召唤断肢 竟然感应不到了 全都变色 而后发狂 他们可以接续断体 不怕被展开 可想不到才一眨眼的功夫而已 失去的部位 直接无影无踪了 谁 四大生灵震怒 这也太滑稽了 竟然将臂 腿 赤 找弄丢了 情何以堪 他们觉得 暗中一定引有志强高手 盗走了这些 当下大怒 灰发老者公沙 手中断剑无匹 神音隆隆 璀璨夺目 然而 就在这时 插入他头颅的 那柄鲸锦轻颤 发出一团朦胧的光 顿时让他身体亮强 一缕缕黑色地写自其头颅涌出 走 补天阁阁主 穆颜 刘老等神木如殿 见到了这一幕 他们终于知道 鼻祖如此强大 为何还让他们撤走 已是因为其神志有问题 而是那柄 骨剑正在弃头颅中 实在是一个大患 当年究竟是何人所为 将一柄剑贯穿鼻祖的头颅 这实在太可怕了 光想一想 就让人觉得通体冰寒 啊 补天阁鼻祖怒吼 满头挥发乱舞 插在头顶的骨剑一寸一寸地拔起 铿锵作响 黑血不断躺落下来 杀 四大生灵剑撞 一起向前冲 吼 老人大吼 壮弱魔神 轰隆一声 手中断剑的光芒更胜了 宛若一轮太阳 他与自己的兵器凝结为一体 对抗骨剑 杀 一声大吼 他那空洞眸子 竟然有了一丝光彩 向着四大生灵扑杀 断剑赤胜 劈斩四方 一时间 这里羽毛纷飞 兽爪崩开 鲜血四溅 第零一九四章 突围 九天中 黑色鹊与飞舞 兽爪裂开 血雨洒落 非常惊人 大战非常惨烈 灰发老人发狂 而四大志强者也拼命 霞光霍霍 锐采缭绕 杀气澎湃 大战到了白热化 扑 灰发老人如一头鼓神 永不可挡 将南允神山的人形生灵的尖头削掉 差点就将他斜肩斩为两段 那口断剑发光 比日月星河还璀璨 像是可以映照出人的魂魄 令老人缓慢觉醒 释放出不朽的气息 大杀四方 符文交织 如星河一挂又一挂 从那天外垂落下来 断剑如一轮太阳斩来 铿锵一声 将穷其的一只牛角击断 让他大叫不已 兽后生震天 鲜血洒落 灰发老人与断剑合一 近身无敌境 有一种舍我其谁 唯我独尊的气概 神威不可抗衡 杀 四大至强者大鹤 全都血拼 竭尽所能 要合力诛杀他 这老东西真是棘手 但我看你能发狂到几时 吞天鹊鹤道 他们已经看出 老者身体有大问题 其头颅被插入一柄骨剑 让他的状态很不稳定 在不断躺黑血 老人嘶吼 双眸空洞 但是杀气却越发地胜烈了 剑气凌云 黑色符文闪烁 竟形成一道道神炼 交织在空中 看起来很诡异 神炼哗啦啦作响 如仙精著成 闪烁乌光 密布在虚空中 截断四大强者的后路 而且 黑色神炼蔓延 要将他们全部所困 金银闪亮 气息恐怖 渐渐弥漫出一层雾碍 笼罩了九天 杀 四大强者健壮 也都拼命 这个老家伙太可怕了 不愧为一带鼻祖 竟然可以对抗他们四人 越发地强大了 横空而过的巨翅 也不知道有几千里 山洞石令域外的陨石都崩碎了 巨大的穹奇一声吼笑 九天都在摇动 南陨神山的人形生物发光 手持黄金骨帆 摇动苍茫天宇 让域外星辰都仿佛颤抖了起来 一山的强者更是散发宝灰 脑后的神环极咒放大 宛若一轮大日压在天宇间 闪烁金色的光芒 四大强者纵横冲击 欲击断黑色的神炼 围绕着老人厮杀 希望将他击毙在这天穷上 以绝后患 然而 老者的强大 超乎他们的想象 有无尽潜能 越战越勇 手中断剑灿烂 横斩树坯 扑得一声将吞天雀的 以另一只羽翅斩断 血液渐气很高 九天都被染红了 吃 剑芒如虹 将穷奇的胸口洞穿 出现一个血淋淋的大洞 前后透亮 同一时间 两个人形生灵也都遭创 一山强者脑后的神环被切开 就是后脑都被斩下一块 让他惊惧大叫 至于南陨神山的强者也遭创 手中黄金骨帆被削掉一截 手指头断落多根 不断地淌血 让他急速倒退 祖师神武 为寄灵大人报仇 大地上 补天阁众人看得热血沸腾 心中激动无比 希望挥发老人 将四大志强者 全部斩杀个干净 数十年上百年前的门人回来了 甚至有更古老年代的门人来源 另进土中的弟子突围了出来 而此时见到这样一幕 很多人想再次大杀回去 不要莽撞 能够活着离开就好 这是灵天侯 祁山族主 湛王等人来源的结果 莫要辜负了他们的一番心意 补天阁阁主劝阻 不让他们冲动 他仰望苍穹 心中不安 挥发老人的状态很糟糕 那口骨剑抖动 让其头骨出现裂痕 黑血打湿了发丝 果然 一番激战 重创四大强者后 挥发老人一阵亮枪 他虽然在嘶吼 但终究是 没有能拔出那口骨剑 在吭枪声中 那口剑振动 又再次缓缓插回其头颅 令他口中躺黑血 头骨裂痕变大 身体一阵摇动 我们走 补天阁阁主大吼道 他的心在滴血 看着净土破败 被众多生灵占据 在这里接受洗礼 他很难受 但是却没有办法 继灵陨落 鼻祖本已逝去 而今莫名现身 状态却很糟 时间一长 吞天阙 穷奇等 多半会挣脱 大发凶威 拦住他们 不要放走 有人大喝 许多强者也都在仰头观望 看到了挥发老人状态不佳 出了问题 心中的恐惧见消失 补天阁的鼻祖 早就死在了上谷 这不过是蚕食一念而已 不用怕 杀呀 一瞬间 地面上喊杀震天 所有人都再次开始冲击 围困补天阁众人 不要恋战 我们分头走 补天阁阁主命令道 让门人分散 朝不同方向突围而去 庆幸的是 他们已经逃出大包围圈 现在的情况 比不久前好多了 师兄保重 我带着一部分门徒走了 有人过来道别 好 我等分头行动 将来无论是谁活下来 都一定要重建补天阁 一些人过来与阁主道别 而后各自带领一股人马 杀了出去 闯向不同方位 慕言 柳劳等几位老祖 亦是如此 大开杀劫 要烫出一条血路来 好 你们走不了 远方有黄金光芒闪烁 来自太古神山的 可怕生灵出现 正是黄金兽 它占据了一个方位 截断前路 拓跋家族诸祖在此 你们一个 也必想逃 另一个方位 几名老头子大鹤 毛子开河间 神盲如电 带领黑压压的一群人 阻挡在一方 西陵兽山飞蟒王在此 我看谁敢逃 另一个方位 出现一头巨大的飞蟒 通体闪烁霞光 如一条山岭般 横跟那里 诸多方向 都有可怕的强者拦路 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情况依然危急 一群跳梁小丑而已 也敢阻我去路 战王相当的强势 一冲而过 击溃了一群强者 率领众人突围 杀呀 雷祖慕言在另一个方位 释放球状闪电 当即便有成片的强者横飞 化成焦炭 而后又在空中炸碎 这是一片可怕的战场 补天阁众人与十方强者大战 突围出去后 发现还有生灵 只能一路血战 杀呀 不要放他们走掉 十方接战 杀到沸腾 但凡与补天阁有仇怨的人 都在今日出手了 最为可怕的是 有太古神山如宜山等 表明了态度 潜出黄金兽 这是一种灾难性的后果 这是一片乱战之地 寒沙震天 血染红了大地 小不点跟着冲杀 彻底打猛了 都不知道再跟着 哪位老祖逃亡了 杀到浑身是血 在人群中纵横 现在 他已经不变方向了 跟着一群师兄弟飞逃 一路闯关于大战 扑 六七位长老 为了守护他们这群人 站在最前方 结果都被击杀 那是一头古兽 猙獰无比 恐怖滔天 一只爪子拍落下来 山峰都粉碎了 长老 众人悲呼 树上 远方传来怒喝声 补天阁阁阁主 陶冶等 也正好在这个方位 他们合力催动补天阁之宝 一个黄灯灯的葫芦 轰的一声 那葫芦放大 混沌气弥漫 镇压而下 将古兽镇的炸碎 化成一片血污 众人顿时震惊 让开一条道路 无不悚然 该死 敢杀吾弟子 一头黄金兽出现 人类的躯体 满身的金色毛发 号称神仆 事后太古神兽 法力高强 恐怖滔天 嗡 黄灯灯的葫芦发光 再次被祭出 轰的一声 将黄金兽镇的横飞 口中咳血 好强 不愧是至宝 黄金兽吃惊 这个葫芦大有来历 也是祭林接触的 只是并未成熟 上古年间 天地动乱 神藤参战 守护净土 在那一战中 他遭受了无法想象的重创 几乎生死 也正是因为如此 落下病根 导致他二斤支撑不住了 当年 他曾开花 接出一个葫芦 可惜还未长起来 就因那种伤势 而提前脱落 由于生长时间极短 而且耗尽元气 所以这个葫芦脱落下 就意味着绘画成光雨 而散掉 因为远未成熟 然而 补天阁内的浅显 想尽办法 动用诸多灵物 炼化镜葫芦身中 总算将它保住 按理来说 这个葫芦提前脱落 威力不会很大 但毕竟为神藤的 接出的百般祭炼 依旧成为 补天阁的护道法宝 这里巨战爆发 远超众人想象 小不点随着人群远去 这里的战场撕裂 他们插不上手 逃亡是最好的选择 杀呀 随着喊杀声 众人一路冲闯 逐渐分成很多谷 各自逃向一方 大胖子 突然 小不点惊讶 旁边有一道发光的古战车 停留在那里 父皇 救救我的师兄师姐他们吧 他央求 好 你在这里洗礼成功 毕竟也曾败入补天阁门下 我欠下了他们一份情 这一方的人 我来救 撵车中 传来一道威严的声音 哄 下一刻 古战车发光 宛若一轮太阳 且有无尽符闻密密麻麻的亮起 照亮了乾坤 可怕的气息 如汪洋般浩荡 拓拔家几位老祖追杀到此 都是一惊 而补天阁这个方向的领军人物 浑身是血 站到癫狂 身体都快碎掉了 即将陨落 就在这一刻 那战车发光 笼罩此地 结束了这一战 那声音宏大而威严 道 拓拔族 请退开 火国人皇 你不该干预这件事 拓拔族一位老祖大声道 这件事我要管 古战车中 只有这样几个字 你 拓拔族的人惊怒 但是又很畏惧 嗡的一声 战车发光 有金色符纹 组成一片光幕 直接笼罩了 所有补天阁的门人 他们从原地消失 而后被送出去 十几里远 你 拓拔族的年轻人 想要阻拦 但是 几位老祖急忙制止 生怕冒犯人皇 惹来大祸 他们转身就走 欲绕道过去 继续追击 然而 人皇抬手 碾车中 飞出一道赤盛的光 横断前路 直接就给封印了 这片山地 其人太甚 早晚有一天 拓拔族 有一位年轻人截咬牙 一道神光飞来 要将他笼罩 拓拔族一位老祖 见状大惊 竭尽所能 拍出一片汪洋般的符纹 对抗那道光 想救下自己的孙子 噗 这位老祖的手臂炸开 化成血雾 人皇微不可抗 而他的那位子孙 更是直接化成一滩血泥 根本就拦不住 我们走 拓拔族老祖见状 不再多说 迅速带着人离去 再也不敢追击 那辆古战车发光 在这火灵横空而去 符文交织 宛若雷电在闪烁 无人赶阻 眨眼消失在天际尽头 这个方向 补天阁树百位门人 成功突围而去 全是人皇所赐 远处 小不点发呆 而后垂胸顿足 大胖子的父亲在那里 早知道的话 真该向那个方向突围 结果 他慢了一步 背后是无尽乱军 前方一片空旷 我逃 他再次冲入人群中 开始冲杀 寻到了补天阁另一路人马 这是一场混战 也是一场大杀劫 多年来警戒 小不点他们一路逃亡 已远离补天阁 但始终胶着 无法摆脱追兵 天空中 有一群凶情在追杀 地上有无数的人影 与庞然大物在追击 这是一场惨战 他不知道 别人是否突围成功了 但他们 这一股人马 却越发的危险 出十雷祖目严领军 而后不知道大战到了怎样的地步 人群散开 又分成了十几小股 这一路上 也不光都是追杀者 也有人援手 如一些王侯 他们曾经将子弟送入补天阁 在这里得到洗礼 欠下一份人情 一些人被他们救 脱离战场 但小不点相当地倒霉 一次也没有遇上 路途中见到了几次 都是眼睁睁地看着 与那些人擦身而过 熊孩子 我看你向哪里逃 后方 传来大吼声 有人专门盯住了他 竟然从人群中杀来 禁止追向他 是四大族的人 他心头一震 急速逃顿 道 大红别装了 赶紧走 在他的旁边 除却清风外 还有两头怪兽 皮毛光亮 凶残无比 竟是大红鸟与二兔子 他们穿着兽皮 一路狂奔 怕被空中的一群 凶情给盯上 因为 在空中飞行 比在地面更可怕 有一群极其厉害的强者 在横扫天空 就是为了防止他们 快速逃走 又是一场大追杀 小不点他们 跳上大红鸟的背 让他在低空飞行 亡命飞逃 半个时辰后 他们暂时摆脱追击 但大红鸟却 也差点被人给撕掉 一群凶情追杀 比四大家族的人 更凶残 庆幸的是 而惊他的速度极快 超过那些人 不行 我要休息 不然要废掉了 大红鸟一头扎在地上 赶忙疗伤 这里肯定远离了战场 早已看不到空中的大战 大半日的时间过去了 不知道灰发老人怎样了 突然 一道乌光出现 而后枪的一声 一柄断剑落下 第零195章 大节落幕 铿枪一声 火星四剑 断剑插入一块青石 微微颤抖了几下 有金属鱼音震出 小不点睁大眼睛 向高空望去 人影皆无 并未见到四大强者 与灰发老人 只有几只凶情 划过虚空 他枪的一声拔出断剑 而后像是做贼般 朝左右看了看 躺起正在疗伤的大红鸟 带上青蜂与二兔子 撒鸭子就跑 这可是至宝 虽然断了 但能砍吞天雀 能披穷棋 而金再次回到手中 自然要真重地收拾起来 不希望暗中的人窥视到 直到奔行出去树石里 他才扔下大红鸟 摔得他惨叫 在地上扑腾 小不点美滋滋 重新打量断剑 他通体乌黑 没有光泽 也感应不到强大的神力 但是他知道这是至强宝具 袖技没了 怎么多了一些暗红的血解 他挠头 暗红色的血痕 取代原来的袖技斑斑 鬼也怎样了 他有点担心 看着这口断剑 轻轻叹了一口气 背在了身上 现在顾不了那么多 最大的目标是逃出去 保住性命 而金十方乱战 到处都是喊杀声 到处是搏战 一个不慎就会生死 这块区域很宁静 但是小不点并未立刻顿走 因为他不想做出头鸟 每当以为脱离漩涡时 都会有可怕人物出现 进行阻击 总的来说 他还在战场中 最好的策略是随大流 而不是第一个杀出去 若是能混在敌群中 那就更好了 小哥哥 我们能逃走吗 清风小脸上有些血迹 这一路上 他看到了很多生死 也曾出手 杀了几头重伤的凶兽 他很担心 因为远方的杀声 隐约间又出现了 战场在扩大 他们始终没有能摆脱 嗷吼 一声低沉的咆哮传来 山岭摇动 林木间乱叶飞舞 一头巨大的黑虎 高如山月 浑身是血 从战场中逃脱 冲向远方 是他 小不点惊讶 这是一头可怕的黑虎 补天阁选拔弟子时 他曾在第二战场见到过 守护黑煞连 黑虎比一般的一种还厉害 但此时浑身是血 遭遇重创 尖头那里 白骨都露了出来 在他的身上有 数十位补天阁的弟子 他一路狂奔 冲向远方 看样子 是付出惨重代价后 才突围出来 小不点想打招呼 但刚站起身来 就见那头黑虎 浑身毛发倒树 人力而起 差点将一杆补天阁的弟子 摔下去 吃 一道赤光冲起 自一座黑渊中冒出 足有数百丈长 那是一头赤胶 不比黑虎气势弱 这显然是一头 强大的太古一种 碰 黑虎一爪子探去 符文密布 乌光汹涌 如汪洋般向前砸去 但是赤胶刚猛 一个白尾扫灭符文 轰隆一声 旁边的山峰都被抽塌了 数千斤上万斤的巨石翻滚 两强相遇 激烈厮杀 而在这一刻 更远处的山林中 一头金色的狮子出现 双眼如灯笼般 一散发金色光辉 他跟山一般高 一巴掌下去 将前方的石山全部拍碎 无法阻挡他的道路 小不点心惊 幸好刚才没有急着冲出去 果然要随乱军前行才好 不然光是这两头一种 就足以横杀一片高手 黑虎眸子森冷 他知道遇上了大麻烦 这样两头极其强大的一种出现 若是硬拼 多半会死在这里 尤其是那头狮子 通体金黄 宛若一尊可怕的王者 君临天下 大模大样地走来 给他的威胁感更大 他背上的数十位弟子 也都心中惊颤 这一日遭遇大劫 出现的高手太多了 各族生灵皆有 果然是一场大难 黑虎咆哮 与赤胶撞在一起 相互全都遭创 倒退了出去 不远处 那头金色的狮子出手 一爪子拍来 金色光芒淹没天地 宛若会心划过苍穹 志强气息弥漫 远处 小不点到吸冷气 这头狮子太强了 黑虎肯定不是对手 这是一头王侯级的一种 难逢对手 除非净土中的老祖赶来 果然 黑虎也发现了可怕 迅速避退 但依旧被金色的霞光扫中 浑身血肉模糊 遭遇了重创 他横飞了起来 轰得一声 庞大的躯体压塌一座山峰 身上的补天阁弟子 当场有十几人遭受重创 更有八九人惨死 血肉模糊 黑虎长笑 一跃而起 掉头就走 那是一头老狮子王 远比他修行岁月远 不是其对手 想走 没那么容易 我乃西灵兽山金狮王 今日就是为了绝面 你补天阁而来 金色的狮子冷漠地说道 高耸入天 比山岳还高的躯体 通体散发金光 一巴掌拍下 将挡在前方的大山都震碎了 他一跃而起 向着黑虎追去 金光澎湃 挤压满了苍穹 庞大的王者躯体 让人生畏 恐怖滔天 小不点一探 黑虎多半凶多吉少 这头金色的狮子太强了 乃是西灵兽山的首领之一 坐镇在这个方位 就是等着漏网的大鱼呢 看来 早先出去的师兄们 也不见得都逃出升天 前方还有无尽未知的危险啊 嗷吼 远处 虎吼震天 血浪喷起很高 接着呼喝声传来 补天阁的一位老祖 带着一群门人突围 赶至那里 畜生受死了 一位老祖与金色狮王站了起来 那里的山脉崩塌 古墓尽毁 乱石崩云 小不点握紧了拳头 这一补天阁净土被毁 死掉了很多人 然而像他这样的弟子却很无奈 毕竟还年幼 难以对抗那些巨薄 即便有断剑在手 也不行 他道横不够 无法全面激活 催动不起来 对付不了那些真正的王侯 走 他带上清风 二徒子他们再次开始上路 依旧没有立刻强闯 而是在山林中小心地前行 等待机会 深入一片区域数十里后 喊杀声入耳 有补天阁的师兄 带着悲意在怒吼 长老 小不点透过灵液 看到了那一幕 两位长老浑身燃烧 耗尽一身精气神 进行自爆 冲向一群强者 你们快走 两人大喝 而后在敌群间彻底炸开 光雨冲击 将许多敌人中创 补天阁一众弟子悲呼 含泪远去 啊 小不点忍不住嘀吼 那群遭受重创的敌人 短暂停留后 又向着补天阁一群师兄 追击而去 小不点忍不住了 刷的一声 他以乾坤带 将清风 还有二徒子他们收了进去 手持断剑 竭尽所能 催动起来 嗡的一声 断剑发光 璀璨无比 如一轮太阳般照耀 他发挥出了自己最强的力量 向前挥去 噗 山川被切裂 几座石山炸碎 巨大的剑芒横断前方 有几人当场暴碎 化成血泥 但是后方的人 却躲避得及时没有死 这是一群强者 境界比他高 当中有人类 也有其他种族的生灵 全都望了过来 盯着他手中的断剑 一起扑杀 小不点遭遇了莫大的危机 他也不练战 转身就逃 迅速没入山林中 你走不了 有一头凶情震翅 灵力扑击而来 枪 昆蓬宝树 背后出现一对神赤 刹那间风雷大作 刚风浩荡 金色气芒澎湃 他踩着地面 速度提升了一大截 没入大荒中 以山林隐藏行踪 这是一次大危机 即便他拥有昆蓬宝树 但是在石方乱战 高手遍地的区域 也是危险至极 小不点逃遁 浴血而行 耗事一个多时辰 才摆脱追杀 身上有不清的创伤 还好他肉身恐怖 吞下一株灵药 露出骨头的伤口 很快好了 好危险 但我一定要活着逃出去 他在寻找穆炎 林天侯 刘老等 也许唯有跟他们会合 才能真正闯出去 只是大战惨烈 所有人都被冲散了 而且那些人肯定被重点关照 不知是否还活着 实在不行 只能返回最激烈与可怕的战场了 置身死地而后生 小不点转身 向着一处很激烈的战场冲去 刚一接近这里 自然就遭受了可怕的劫难 有凶兽盯上了他 小不点大战 沐浴鲜血而行 选了个机会 他利用毛球的宝树改变容貌 换下补天阁的衣衫 混入到拓跋族的人群中 他想浑水摸鱼 就此过关 一路跟着闯出去 然而 时间不长 就有通天剑气批来 差点将他粉碎 那是四大族的人 不知道何为 竟然认出了他 熊孩子你那命来 怎么路线了 小不点吃惊 寒毛倒数 这有点像自投罗网啊 还好 这片区域没有王侯 他抽出断剑 直接血拼 而后急速顿走 再次逃进大荒 离开主战场 怎么回事 他将乾坤袋打开 询问清风 大红鸟他们 商量对策 二兔子道 四大族恨透了你 最开始时就曾追杀过你 虽然被你摆脱了 但是肯定寄出了幽兰草等 清香染在了你的身上 数天内都可以不散 借此追踪你 小不点文言变色 还好 山脉足够广阔 而且交战的人数组很多 想这样寻到一个人很难 方才若非他主动回来 也不见得就能被发现 这一日 小不点陷入大逃亡中 在密林中远奔 有几次他都以为逃出了战场 发现前方还有强者坐镇 令他再也不敢贸然行动了 活着 我一定要活着出去 为师兄师姐们复仇 小不点咬牙 在途中 他见到了太多的尸体 有敌人的 也有补天阁的门人 一路上都是血迹 雨风 你竟然如此心狠 对同门出手 前方传来怒吼声 小不点文听 顿时一惊 急速冲了过去 一位长老怒吓 在其身后跟着一群的门人 大声呵斥前方众人 一个白衣少年 面色冷漠 道 长老 我知道师门的经书 并没有全部搬走 分散在诸位长老的身上 我很需要 请你送给我 在其身后 有一群强者 都来自羽族 养不熟的白眼狼 很多王侯将子女 送入我补天阁 虽说另有目的 欲接受洗礼 但是在今日大难来临时 为了还上这个人情 大多接出手相助了一把 而你们经落井下石 那位长老怒吼 我也不想翻脸 只是我真的需要 其中一种宝朔 雨风冷声道 年岁不大 但是心肠冷硬 雨风 往你为天才营的一员 师门这般看重你 传你符文秘法 你却恩将仇报 还是人吗 你们雨足太卑劣了 许多弟子门徒怒吓 杀 后方 雨足的强者出列 向前杀来 因为他们听闻了 这位长老身上 有一宗宝树 可沟通水质精华 对雨足来说很重要 小不点大怒 他进入补天阁时 很早就见过这个雨风 号称可以沟通九天雷电 是天才营 极为了德的人物 后被一个老怪物选走 寄予厚望 他竟然在这种关键时刻 对师门出手 白眼狼 杀 那位长老大怒 激战爆发 小不点出现 暴起发难 一道神光扫向前去 扑的一声 将雨足数位强者斩断 血雨飞洒 同一时间 他背后的鲲鹏翅一斩 风雷大作 一冲而过 接连出众手 剑芒霍霍 可惜雨足中有不少高手 不断倒退 避过了杀劫 斩了他 雨足众人大怒 暗中竟跳出这样一个少年 敢冒犯虎威 焉能放过 是他 那个熊孩子 什么 快 追上他 斩了 当雨足众人得惜是谁后 全都疯狂 向前冲杀 小不点故意露出真容 引领他们追杀 果然令这些人全都疯狂了 熊孩子在 摆断山斩尽 他们的天才与封印者 令他们恨之入骨 这是一场大追杀 半个时辰后 小不点才摆脱 身上血迹斑斑 见到了太多的生死 小不点实在太疲倦了 当再次闯入一片小战场时 他眼睛有点发酸 熊飞长老 卓飞长老 两人曾经很不待见他 因为入门时他惹了大麻烦 两人一直都想揍他屁股 现在这两人为了弟子 已经放弃了自己逃生的路 堵住追兵 浴血搏杀 让弟子 门徒们速速逃走 当小不点看到时 两人倒在了血泊中 被一只巨兽生生撕裂 全部毙命 长老 一群人大呼 平日间 两人并不是多么的招人喜欢 可是关键时刻 却在护着他们 不自己逃生 所有人都大哭 一群弟子伤悲不已 你们快走 我来抵挡一阵 一位二十五六岁的青年站出 进行断后 林木师兄 快走吧 你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一群人焦急劝道 少废话 长老死后 这里我最大 让你们走就赶紧走 林木喝道 师兄 一群人哽咽 林木入门超过十年了 是一位极其强大的天才 上次小不点 他们去山门外 对付四大家族的人时 他曾出过大力 一个也走不了 拒受吼道 还不快走 林木喝道 转身迎向前方 小不点眼睛有点发酸 毅然站出并出手 虽然这样做很危险 他已经几次陷入险境了 但这次还是没忍住 断剑发光 剑芒无比地粗大 几乎抽干了他体内的精气神 扑的一声 袭杀得手 将那巨大兽头 竟斩落了下来 嗷吼 西陵兽山的一群凶兽震怒 全都望来 而后凶器滔天 朝他扑杀了过去 快走 小不点冲着众人大喝 那群弟子撒泪 最后回头看了一眼 冲向远方 林木没有走 哈哈大笑道 小师弟 想不到最后关头 还能与你并肩作战 师兄你也快走 小不点挥动断剑道 不用了 今日我早已施展燃血通天宫 只有一天的生命 还不如轰轰烈烈地战死 林木洒脱地说道 他没有伤悲 没有愤怒 十分的平静 像是在说着 一件与己无关的事 燃血通天宫 可以在一日内 逼出身体诸多潜能 战力提升数倍 甚至十倍不止 直至精血燃尽而亡 让我大杀一场 小师弟你寻机会逃走 一定要留住性命 林木嘱咐道 小不点握紧了拳头 眼睛通红 林木是一位极其强大的天才 在诸多门人中 有很高的威信 而且 他深得教中长辈看重 前阵子他没有离去 之所以留下来 就是为了协助师门 处理撤退事宜 现在 他竟然要死去了 而且是这般悲壮的战死 师弟走吧 最后 林木大鹤 燃血通天宫 他早就展开了 现在血已惊燃得差不多 他身体发光 璀璨夺目 冲向敌群中 小不点嗷嗷大叫着 眼睛通红 连续灰溅 眼中洒下泪水 最终逃离了此地 这一场大劫 持续了一天一夜 终于渐渐落幕 小不点成功逃了出来 离开了那片染血的净土 带着无尽的伤感 朝霞洒灰 太阳出声 太阳躺在一片山地上 一动也不想动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才站起身来 最后看了一眼那片截土 小不点的眼睛很红 定定地看着 很久后 他擦了一把眼泪 毅然转身 他迎着朝霞 大步离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